我们再来盘点盘点 若论这个罪人他造的罪业 是无逆重罪 杀父杀母杀阿罗汉 出佛神体破合合森 这么重的罪业 一辈子没有烧过一炷香 没有磕过一次头 没有奉献过一分钱的做布施 连父母都能杀 能够别人讲好话吗 能够做善事吗 这么重的恶业的众人 现在快死了 时间这么短 马上就要断气了 讲修行呢 一点没有 讲罪也这么重 讲时间这么短 讲他的心情呢 他的心 如果我们说我们心不心静 他比我们比啊 那么看我们就像佛一样了 说哎呀 你怎么禅地功夫这么好啊 你看我多乱啊 看我们在这里啊 安安稳稳的 那简直是没法比 那么他在这么短的时间 只念了一身佛十身佛 他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难道我们不能往生吗 能不能 他能往生靠的是谁呀 对呀 他能往生 有的时候我们活的人好好的 他不能往生 为什么 他那个时候 他有一个优点 他完全靠佛 他会想到说 靠自己的修行吗 他会不会靠自己 他还靠自己下地狱了 因为他没有东西修行啊 所以他有一个优点 他完全靠佛 他百分之百 闺蜜 我们虽然比他条件好 如果我们靠自己 反而不如他 所以他有优点的地方 那么这个就是 下下品的众生啊 就是释迦牟尼佛 告诉我们 要有积身性 你要相信自己 就跟他一样 一掌深重 必躲地狱 你才能够发起他 那个完全规律 南无阿弥陀佛的心 你靠上南无阿弥陀佛 跟他一样 去静往上 所以我们再来盘点 论罪业 他比我们重 五逆十恶 我们虽然罪业很深重 还不至于造杂 造作五逆十恶罪 对不对 你八月十五 你还买一点月饼 供养你老夫妻 多少还有一点孝心 那么虽然我们 这个 羞耻少 但是比他就好多了 他只念了师生佛 我们在座各位的 总他不止于念师生佛 对不对 超过他很多 虽然说我们时间短算呀 师父啊 我都七八十岁了 我这样念佛 时间这么短 佛还旧吗 那么你比他比 时间长多了 他只念了一生佛 师生佛的时间 你比他 修行时间长多了 虽然说我们心呢 他不清静 没有禅定 很慌乱 心啊 妄想杂力很多 但是跟他比呢 那么他就是 比我们慌乱的 就太多了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重的业力 他都能往生西方 极力实际 他靠的是 阿弥陀佛的愿 所以我们呢 关键这一段 是显示我们 这样的众生 这么短的时间 刹那之间 比多地狱的情况下 他真要堕落下去 就要堕落了 当下遇到了 念的是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保守莲花 哎 接住了 他堕落地狱的当下 接住了 接住后怎么办 哎 送到西方极力实际 是不是 我们每天也在往下堕落 呼 还掉 如果你当下念佛 阿弥陀佛当下保守 接住你 这叫舍取不舍 当下你命中了 就放到极乐世界 七宝区里面 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不念佛的话 我们只有堕落三个道 这一个法门呢 哎 这个这段经文呢 确实 对我们有很大的安慰和启发 所以印光大师呢 在这里讲啊 无人虽有罪业 虽少功夫 和他五年十恶 十生素生相比 我们还高超多多了 底上往生 我们怎么可以自暴自弃呢 失去这个无上利益呢 所以罪业众生啊 自卑的人往往是自暴自弃 他自己感到自卑 他就自己把自己放弃了 哎呀 往生极乐世界我没有份了 算了 我不要了 自己放弃 阿弥陀佛不放弃我们 叫做舍取而不舍 阿弥陀佛对我们呢 都不气不舍 而我们自己呢 自暴自弃 所以谭卵大师就讲啊 自举其分 自己把自己画了一个杠杠 画了一个圈圈 说哎呀 我没有份 往生极乐世界是那个出家人 那个修行精进的 那个功夫好的 那个是五界 八观者界 菩萨界的 那个会读大僧经典的 我这个通通做不到 算了 我就不能往生了 那么这个哈 叫自暴自弃 自己放弃了 任何人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都有这一票 你都有这一份权利 你自己放弃了 佛就没有办法 所以后面也讲嘛 自是不归归便德 互相风月 有谁争啊 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家乡啊 是你的本家啊 你回去用你一份呢 就是你不愿意回去 你想回去 你就可以回去 没有谁跟你争 好像我们下班的时候 下班回家 你会怀疑说 哎呀 我有资格回这个家吗 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回你的家是很自然的 像小孩子上学了 哎呀 他蹦蹦跳跳的 就回到家里面去 他没有想法说 我有资格回去吗 如果我们练活的人 你真的了解 阿弥陀佛是大慈父 你心里面真的知道 极乐世界就是我的家乡 你回家乡去 回到阿弥陀佛慈父家里边 你怎么会说 哎呀 我够不够资格 你有这样的想法 说明你的心 跟阿弥陀佛是分开的 说明你嘴上讲 是极乐是我的家乡啊 是讲一个漂亮话 给阿弥陀佛听的 你心里边并没有认为 极乐世界是你家乡 爷友们 这个地方啊 不好玩 善道大师讲 归去来 魔像不可提 这个地方是魔鬼的家乡 要归去极乐世界 要归来极乐家乡 旷节来流转 六道进阶金 到处无娱乐 维稳愁叹生 彼此生平后 戮彼灭盘成 所以希望各位联友 大家真正的了解 极乐是我本乡 阿弥陀佛是我慈父 我们念佛回到极乐世界 就像小孩子 从这个幼儿园的放学 回家一样 很自然很轻松 没有谁会障碍你 会阻拦你的 我愿意识到这个并儿园的 我愿意识到这个并儿园的 我愿意识到这个并儿园的